可程是定時器設定 開機 就是那個 這邊是那個 定時的部分 切下去的時候 資料全部不見 開機的時候 第一個叫你設定時間 我們第一個是從這邊送過去 一 禮拜四 再來是 現在是18 19 我們假設是1901好了 OK之後 按這一個 清楚了 按92點直到set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有沒有 再按一個 123 二線的不見為止 大概10秒鐘 OK好 那就OK了 再按這一顆 Cluck 這是第一個階層 第一個計時時間 第二個部分計時時間最簡單的 現在有電的話我們就不要關 按這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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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閃爍的時候 我們可以設定一下 六分 現在六分 OK之後我們按設定一下 Cluck 這樣就OK了 這是設定時間 待會兒設定一下 待會兒設定一下 那個起始 開啟時間 跟關閉時間 關閉時間 那現在介紹一下 那個 預約開機 1906 按這一顆 按這個 這個時間 時間 現在是禮拜四 禮拜四 OK 好 按這一顆 按那個住 再移動一次 有沒有 再移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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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過去 不見了 那這個 這個是19 按九二點 19 這裡下08 好了 08 好 再來是按這一顆 按這一顆 組別 off部分 我們一樣設定 禮拜四 禮拜四 這個按掉 一樣按掉 好 再來是 這一個 19 19 剛剛多少 忘記了 先9 先10 好了 好 第二段 這可以很多段 不理他 我看 上次按過到 四五十段了 OK 這個 這個 要看說明書囉 07 那我們剛剛用07 08 那我們要關機 09 剛才設09 09 09 好 好 回來 OK 等待一下囉 假設我們今天是那個 我們看一下 啟動的時候是10分 11分好了 一樣是設這一個 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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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11分之後 那我們設一下那個 這個部分 off部分我們不理他 啊 啊 欸 那off可以直接設那個啦 不需要設 直接設這個就好啦 設成那個 設成off這個就可以了 看一下 這個就可以了 看一下齁 設成 禮拜五 好 不對 沒有 可以看一下齁 設定這個OK off部分 禮拜五 切下去有沒有 切過來 切過來 一定要切這個 啊 這個 按下去 它就要lock住了 好 看一下我們現在部分是 禮拜五的 那個 的那個 一樣要拐 要勾了 要勾 10分 20分好了 OK好 END 沒有了 OK 那就是再給它切回來 那現在10分嘛 看一下 我們要改一下時間 11分 啟動了 喔 這樣也可以啟動 那到底是這個時間 就可以了 假設我們現在是 禮拜五了 看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禮拜五 幾點一樣 一樣是7點20分好了 好 那把它改一下 沒關 沒關 這個 上網查出 APT9S的 定時器說明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部分 比較複雜一點 那看一下 這個是用在 有分120跟240的DCV部分 這個部分 看一下齁 買的時候就知道 一般我們都用這個東西 工業用的部分 啊 功率只有3.3V而已 那啟動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會變綠燈 那如果沒有的話 是紅燈 注意一下環境溫度 最高不要超過50度 再也是 這邊有 很簡單的 中文 那個星期 就星期 這個就簡單了 星期消失 啊 最久是這個吧 清除部分 跟啟動部分 組別 模組部分 設定切換 這個部分 下令沒用了 手動這部分 應該有沒有 我們一般都是用定時的部分 定時部分 那 注意看ON的部分 就是啟動 OFF就是關閉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頁開始的部分 那這個有沒有 開啟啟動的時候這個 啟動之後 紅色的好了 啟動之後 這邊顯示一個 第一個我們先設定星期 用星期可以切換 切換的時候 注意它會有個 要按清楚 因為一開始都是在 一開始的時候都是在 星期天 等一下喔 星期天 它會跳跳跳跳跳跳這邊的12秒 那你可以看一下 跳跳跳跳跳這邊的12秒 就是設定時間 那個這個 這個這個就看一下 設定管制有沒有 按這個 消除 按消除5秒鐘就會 在Lock住的那個 那個星期部分 時間不能簡單 按下去就是 按下去的話就是時間了 這個分鐘的分鐘 那星期比較重要 前面影片有講到 好 再來是這個清除不會很重要 這一個清除 設定密碼中之後 它就會Lock住一個設定 這個設定 好 再來就是 它就完成之後 就一個 就一個 Clock O C K 在這個畫面 這個是OK 這是時間的部分 在我們 我們要切換運轉模式的話 是用Model 這個有個Model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 這是時間的 那手動輸出 跟那個 那個守定 這個好像 這個有沒有Cluck部分 這沒差啦 這個 重點是這個 我們 用定時 定時器模式的話 我們就是要切這個 定時的部分 左切 這是按 按的話 這是啟動的時間 再來是 我們看一下 這是 設定星期 我們要設定星期 噢 不是 我們目前不是這一個 我們目前是這一個 星期加手動 可以這樣設定 好 看一下 下一頁 時間 小時 時間 再來做別 是OFF的 按完 按完這個 按之後 時間設定好了 時間設定好了 之後再按組別 再按組別 之後它就會產生一個OFF 關掉的時間是多少 關掉時間是多少 關掉時間是多少 這一個最簡單 重點是這一個 如果 如果 你要 清楚的部分 小心 清楚的部分 這部分 就沒了 好 我們就是 不要按這個 因為設定好 我們是要啟動 啟動的時候 就到Clark 這個Clark 就OK了 那現在設定部分 它已經設定好了 這是 距離部分 看一下 距離的部分 是這一個 這個 都是設 1到5 早上8點開 5點關 禮拜六又開又關 那就是這一個 注意看一下 它就是 ON OFF 時間一定要 星期一定要設 那時間要設 那就可以了 那 禮拜六 它有第二模組 2的部分是ON 有沒有 9點開 時間 OFF 有沒有 就這樣子 再來是 這個就設定好了 有沒有 再來是 脈衝部分沒有選 你可以自己 自己玩看看一下 我們是沒玩到這一個 就自己玩喔 再來就是下一個 這封鳴器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 就沒在玩 假日模式也沒在玩 雙計時器也沒在玩 好 這就是這個部分 那自己看一下 看一下 Y轉N 還有電 內建電池這一個部分 Y轉N N轉Y有沒有 摩斯 摩斯 看一下 欸 沒有啦 這樣子而已 計時器操作 來 我們先 OFF 好 這一個部分 我們先關機一下一下 讓它 關機 開機 好 現在時間我們先設一下 這個 禮拜四下午 兩點 開亮了喔 兩點 一點 一點 五十 七 一 還要按這一顆 三秒鐘 這你可以好喔 那這樣就可以了吧 看一下 不行,但是3秒 1,2,3 好,進去了 好,Cluck了 好,那我們現在按一下組別 按這一顆 這個部分就看你要什麼使用 這個可以按 哦,這都沒了 關機開機都沒了 好,再來我們是禮拜四 我們可以 第一 哦,禮拜四 再按這個手動這個 這個,按下去之後,跑出來了 好,如果你要這個也可以用 有沒有,禮拜都可以按,隨便你按 你先要取消掉 好,取消掉 好,再按時間 下午2點好了 2點 按啟動 好 再按一下這個 這個按哦 off的話就按這個 上去 off 那我一樣是這 禮拜四 哦 哦 取消掉 按這個 四點 四點 零一分 零二分好了 好,OK之後 按這個 按下去之後 跳回來這邊 那我們等待 一分 兩點之後就給它啟動了 哦 然後這個是在那個 這裡有一個 我們按這一顆 定時 跟按 你這個 你這個跟關機是一樣的意思 好,OK 如果你要 有些如果問題的時候 你要切 待會再按一下如果問題的時候 好 預約自行器的部分 是要切在預約模式 手動模式的話 就是 這是手動模式 好 好 那等一下這邊 目前是預約模式 哇 好 啟動 impl… 啟動 啟動2分 啟動 啟動 如果這個OUT部分有沒有 這個OUT的話,這邊就會亮了 那現在溫度到了,OUT有亮 亮的時候就,亮起來就加熱 亮起來就加熱 一瞬間瞬間而已 OK 那兩分鐘之後怎麼樣 再注意看一下,是不是兩分的時候就關起來了 兩分到的時候馬上關起來了 它這邊是OFF有沒有 OFF部分 關起來了 那等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大概一分鐘之後 它就會 它就會跳回去了 你看這一個 三分鐘就結束了 這邊結束了 OK,就這樣子啦 好,如果說我要直接強制啟動好了 這個有沒有 手動,紅色手動 這個可以切時間 PM 有沒有 這應該是夏季時間 有沒有 多一小時有沒有 好,再來是 手動部分就是直接 模擬手動模式按這一顆的意思 一樣 按下去的話 就直接啟動了 這是直接啟動模式 跟這一樣意思 關起來 好,這個部分就是屬於預約模式 好,如果是你手動模式的部分 就是直接這個就沒用了 就按這一顆就好了 OK好 那這一顆部分 好,就這樣子啦 謝謝大家